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不是历史学家 亦不是学者 又不是道友 只不过喜欢周围去 大家慢慢欣赏 錦田是邓族的源流 是最早来香港的新界大族 在宋朝的时候 在宋朝的时候 他的先祖在江西吉水苑 就迁居到广东 就在发迹 我们醉了壁画村 你认不认得他们几个为香港争光的奥运选手 一个你认不认得 其实我们一直这样掃过去 一幅画 其实是介绍感帖最主要的文物 感帖有很多祠堂和书室 因为自古以来 他们对于教育是非常重视 2002年古迹办为了配合旅游局的发展 曾经编了一本书叫《感田古迹游览图》 介绍19处的古迹 但是 现在这个文物境 很容易被人遗忘 適逢太康围七年一次的太平清照 难得的机会当然要拍下 吉庆围是邓氏的先祖 在建筑围村移住 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而吉庆围以铁门事件是最为出名 会走进景田城门新村 最主要是看这间通德学校 其实我在门口上拍摄巴士 但校长见到我 咦?居然邀请我们进去拍摄 不如来听听他一直说 学校是小一点 没有一个好的地方给他看书 所以我就想 可以製造巴士嗎? 因為英國也有 模仿一下 剛好九巴士又有宋鎮計劃 所以這架是全港鎮一架特殊巴士 我們可不可以進去看看校長 給你看一下 好啊好啊 多謝 一班就一級嗎? 一班 一班上廠還在工作 不要緊 我只拍攝這裏 沒有需要 我不會拍攝這些 我不會 放心 不拍攝就行了 不拍攝就行了 不拍攝 想不想得上層嗎? 應該想得上層 好啊謝謝 你介紹一下K房 因為兩三年前有些學生說想唱歌 有些學生說唱歌、學英文 不如買一個吧 他們小色可以玩一下唱一下 這裡有一個 通得唱歌的KARAOKE房 你需要入錢嗎? 不用的 不用的 入會就唱歌 不過這陣子疫情我們就停了 因為平時我們… 那是否由一年級至六年級都有 一班一班 一班一班 學生說 公子 很 omnipro 當時有一個 好像應該要給你 已經有一個 下班 已經沒有了 拍攝 你 已經有了 你 你 不要紧了,拍片是要有些厚面皮的 现在我们又去哪里呢? 其实我们准备去水头村 我们会路经另外一个地方 叫做关帝庙 其实我们当然不是入关帝庙 听闻附近有一些书室 比如比比书屋 之前说过元朗人 是对于教学都非常之重视 附近的书室休息 所以我没有拍到 因为关门没什么特别 先看看它 也没什么特别走 其实我们是沿着一个马路 准备进水头村、水尾村 甚至去一个感田香村俱乐部 路经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凤眼 接着我们又去哪里呢? 我们来一个很出名的二帝书室 我们将进入二帝书室 但现在不是开放时间 现在是吃饭 我们先进这个施楼园 其实这里附近是不会开放的 我们只是走进走廊 从外而望进去 日则孝出则剃手 先王之道 耳代猴祸 朗其诗读其书 有天下之事 尚论古人 好了 今天关门了 我想是私人地方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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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二帝书院之外 还有历荣堂、长冲园 都是一级历史建筑 我们今天主力是去二帝书院 二帝书院由邓二帝 在清朝道光年间集资移成 接着有16名邓族遣黑人士组成 但是 现在很少人来 不知道有些人没什么兴趣 我们一路走 都见到很多邓氏的祠堂 都是关门 那我们当然进去拍一拍 再拍一拍 祇堂对面 就是錦田乡村俱乐部 我们先去游下 其实这里漂亮不漂亮 有些人说多好 但小朋友来都是赏心乐视的 其实在这里有什么玩呢 我见到他们准备了一些游乐设施 最主要是来这里看看田间 好像他们说 北海道粟米 40元一条 即买即食 这里附近都是士多啤梨园 可以给小朋友来摘下都很开心 其实我去年都有来过拍的 所以我为什么要来呢 因为我来拍秋英 哎 今年没得拍 因为那些人很麻烦 走入田里面 原主觉得 哎 说几个地方都不通的 撐了去 所以没得拍摄 其实要看 看我去年拍秋英 和去河半水堂 唉 那些人经常都是这样 搞到我 其他人都没人 哎呀 我们开始又要走了 为什么我又要来呢 他两公婆 要我带他到处玩呢 哎 没办法了 鬼叫叫朋友呢 他那些人 他那些人肯定在来 他那些人肯定在他 其他人肯定在他 他会携带 就不是了 他那些人肯定在我 想要把人肯定在叫我 那些人肯定在鼓 都肯定在相当 有些人肯定在 这些人肯定在 在berk 这里还有一些小动物园 可以位置 小朋友一定很开心 我们又去哪里 当然去水尾村 有一个天后宫 其实我们来 最主要是看那个树屋 还有一个天空之镜 今天的天气一样 这个日落多漂亮 看到吗 我们走入树屋 其实这个树屋是非常出名的 这个老熔树 又叫细叶熔 在香港之坠 树高16.5米 树冠可以42米 其实这个和大埔舍山村 哎呀 我之前去不到的榕树一样 都是这么出名的 有人说它有200年的历史 树屋怎样形成的清朝初年康熙 要颁布一个叫千戒令 而这个千戒令 是令到当时感恬一带 现在屋主唯有离开 自此之后 这个石屋一直就荒废 直至到现在 这地方 又保存的 在这里附近 都有很多荒废的村屋 都頗有特色 天氣一般 天空之鏡都不差 天空之鏡 多謝大家陪了我 逛了錦田 也知道好多古蹟 分別的氣 然後再下一個 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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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迷 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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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寫在這個資訊欄這邊